子玲开麦 在这边跟大家来谈谈怎么样能够爱美 然后又可以是变成是一个创业的好生意 那在这边我们就先请王瑞阳执行长 跟大家来问候一下 子玲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执行长王瑞阳 姚条家人执行长 是还有总监林怡真小姐 子玲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怡真总监 那么在这边就是说要请两位来分享一下 刚开始创业是不是有跌过什么胶呢 那我先来说一下 其实自己是因为问题机不接触美容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销售的一个经验 所以在开店的时候 确实是跌了蛮重的一胶 因为不会销售 然后每天夫妻两个人到了晚上的时候 客人送走之后 晚上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小争执 小争执 什么样的争执啊 因为警长会说你要跟客人做销售啊 要会跟他分享 有啊 我有说啊 但是他没有没有想要啊 所以就是其实可能经济压力 我觉得夫妻之间会有一些争执 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的一个压力这样子 那慢慢听一听 可能刚开始其实客人也不多 然后做的客人要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再加上碰到一些客人来电恐吓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跟他收费的时候 他可能他会说你再来电话 我就去砸你的电 你没有先收钱吗 为什么是后面再收钱哦 就是太傻了这样子 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哦好 所以这个执行长听到这样子有想讲的话吗 有有有 我们以前真的碰到很多问题了 不过都一一一的这样子 那个都是过程 过程就遇到很多问题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还蛮好玩的 我常听到人家说创业 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就很顺利 反而不怎么精彩 那我们的过程都是在书里面 其实蛮多挫折的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蛮好玩的 那刚刚就是宜臻总 今天有讲说执行长这边都说 他没有做销售 所以怎么会他 宜臻总监觉得他有做 然后执行长你觉得他没做呢 这个就好像是古代那个 先结婚再来谈感情一样 我们是先创业 先创业之后再来学一些技巧 再去 然后慢慢现在就有一些方法 有些经验这样子 嗯 好那如果说想创业的话 需要准备什么 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这样子 比较有经验 已经走过 然后一路像这样子叠了很多胶 那可以给我们这个想创业的后来者一些建议呢 我个人觉得先帮别人赚钱 然后学习经验 那后面要创业其实要准备东西很多啦 但是一定要有个浪漫的情怀 如果你准备太多 大部分的人都不敢创业 因为你看到创业的很限制的一样 因为依照政府的这个统计 我们创业是在于10年内是9成 也就是说你创业10年之内 你可以超过这10年的太少太少了 有些人三五年就倒闭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负债 所以创业像我们公司的特色就是 内部创业会比较安全 就是公司跟店长们都会持一些股份 一起存 也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以前有个经验啦 就一个子女来问我说创业的问题 我是劝他不要 他劝他劝到后面我就想不对啊 你们家那么有钱 好啦去创业好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创业 后面如果有个父爸爸在支持你 那可能你的成功几率会高很多 好 那么在这边呢 就是宜贞总监有没有补充的地方 创业需要准备什么呢 我觉得我创业的话 我觉得心态蛮重要的 因为我刚刚说过我自己是问题肌肤 所以我其实刚开始我是想说 我们从事这个技术之外 还可以照顾自己的皮肤之外 还可以把别人照顾好 所以我觉得助人的心态蛮重要的 就是这个兴趣啊 一定要培养 培养完之后 其实这过程当中 你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可是只要你有那一颗打不死的心 就是我就是要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心态 也不会很容易的轻言的说放弃 好那我们就要请两位来谈一谈 顶店的话该怎么做 然后有没有一些经验 有一些做出艺术来的这样子 谢谢芝琳 我们的店里面大概目前有三分之一是顶来的 那店的艺术呢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是有的时候是帮助这个老师 他想要退场了 他想要退休了 有可能是他经营不善 很多原因很多原因 那在在谈的过程 我们就是在创造一个双印 就是他也可以接受的条件 我们也可以接受条件 那最近呢就是上周有在 有在台一本书叫让对方瘾嘛 就是说让他退场的时候 可以瀟灑一点 或者说我之前有顶一家店的例子 就是在辽民交大附近有一家店 我顶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他杀任何价 因为我看到两个小女生非常的优质 我后来都这样讲说 我们顶的是这两个这个优质的人才 后来这两个都成为我们的店长 是很多成功的例子啦 就是顶店 那其实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在于管理 也许你一家店管得不好 那我们进场之后 我们有我们的店长进来 就可以做这方面的设计 可以让他做得更好 通常我们的店呢 第一个月顶来第一个月就会赚钱 像我们最近在谈那个桃园的一家店 应该会有这样的模式 哦是 好那所以这方面总监有要补充吗 顶店 其实就刚刚如同指引长讲说 店很多人都会开 但是其实后到会顶店的话 这种状况出现 大部分都是因为经营管理的问题 那人出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 管人是一个蛮重要的医术 就是店很多人会开 但是不见得会去做管理 那店家也会跟美容市出了一些管理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跟指引长两个人是各自分开 就是他主外我主内 也就是说谈店的部分 家母部分都是由指引长来做一个就是规划 那我的部分就是当时指引长一口气点了三家店 所以这三家店其实刚刚 指令有说我们有没有碰到什么一些状况 其实店刚来的时候 人员包含我们的店长都喊刹车 说可不可以不要顶 可不可以不要顶 因为大家都担心 因为一下子要三家店 然后再担心 怕说可能衔接不上 这样子 所以其实当店顶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先去从整个流程面 去跟他盘整整个环境面 工作的流程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加上有些店他会留下员工 我们会要求他留下员工 因为他留下一个两个员工之后 至少我们跟店里面客户是可以做连结的 那大部分就是 其实我们第一次点的时候 第一次点店其实是空壳子 就是顶完之后才发现 原来只有一个客户 可是其实我们还是就是 重新的就是把它整理过之后 其实现在那家店也都很好 就是后面顶来的店都很好 那有时候顶的店的 有些客户其实他的服务的 流程跟项目跟价格跟我们之间有落差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们要做客人之间的 要融合还有观念的一些教育 这些都是一些美感 都是要重新来顺 那如果他有留员工的话 我们又要从文化的部分开始去把它培养起来 所以就是店顶来的话 其实就像孩子生了之后 执行长把孩子交给我们 那我就是要把孩子把他孕育 把他培养长大 然后让自己发展 所以可以明显感受到 就是执行长是负责对外开拓的 然后呢 总监就是在里面 就是衔接把后续可以管理好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谈一下 就是说美容产业遇到了难题要怎么解决 因为现在其实也蛮多人在投入美容产业的 所以大部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包括说 第一个你不知道说客人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生意好的时候 人手又不足 那可不可以请两位也来跟大家谈谈看 这种像有哪一些难题 然后像这样两个难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客人在哪里 如果我只是单店的话 我要做行销 我要做广告 那花费的钱会非常多 那因为我们从第二家第三家开始 就有在做一些网路行销 或者广播的投入这样子 那现在越来越多了 甚至我们也往上游去走 我们也自己有一个生计场 所以也就是说客人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比较大胆的去做一些 行销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生意好的时候 人手在哪里 连锁店的好处就是 我们去大专院校跟老师在谈的时候 你有一点点规模 他比较好谈 因为可能他的部分就分布在全省各地 那我们这样就比较容易 包括宿舍什么都比较好规划 比如说A店跟B店 C店之间人员也可以互相调配一下 这个都是对于连锁店很好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两个对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店都集中在桃竹苗 这个部分对我们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如果单数的话 我欢迎说可以来聊聊看看理念合不合 可以来做这样的合作 另外呢就是总监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就是其实刚开店 就是刚刚子玲有提到 在客人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这种状况在我第一家店的时候 确实我有遇到 一天其实忙不到一个客人 整个月下来平均下来 一天不到两个客人 那这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服务蛮重要的 每一个客人陌生客人进来对我们来说 而且刚开始我们第一次选 那个店里店纸 我们选到二楼 就是没有经验 所以在我们在整店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在一楼 人畅比较多 社区住在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服务做好之后 然后让客人来跟我们做口碑的相传 就是我们做一个口碑行销 然后再加上20几年前 其实那时候就是网路其实不是很盛行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一个网路的经营 所以在网路的架设的部分都是执行长 他来跟朋友在沟通 然后我就是在店里面担客了 那我觉得网路的架设在比较 尤其是在新族客学院区 确实是帮助我们很大的一个助力 因为知名度在网路上知名度打开之后 其实客人很多大部分 除了客戒之外 还有网路的介绍 可是我们发现其实这几年 因为整个社群平台 其实现在慢慢大家的 行销的方向有越来越多 越来越广面的话 光是一个网路的曝光是不够的 那我觉得建立自己的一个故事 创业的故事 像我自己本身 就是在服务客人的时候 我会跟客人分享 我自己创业的美丽的使命感 因为当初就是透有人的帮助 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自己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现在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把这样的机会 去传承给后面的人 所以我们这一本书叫 爱美是蛮好生意 我们希望给一些小资女 她想要创业的话 我们可以给她一个经验的传承 所以其实到后来 我们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容师的来源 可能是客人介绍 还有客人转成美容师 还有高中同学的孩子 还有就是我们亲戚朋友的孩子 那像目前就是我们希望 就是着手于大专院校的一些实习生 跟这些学校来做配合 那这些都是我们能力的就是一个来源 那因为我们位于在新竹区啊 其实新竹如果景气好的话 其实大部分人都跑去圆区 去赚固定的薪水的钱 要培养技术 谁会希望来做这么辛苦 当以前我们从事美容化 大概要十几个钟头 但是薪水可能没有圆区高 因为过去的圆区 它有分红的一个股票分红 所以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是找不到人力的 再怎么样 还是要自己来做培养这样子 那像目前就刚刚我们提到 我们现在能力的来源 大部分都是大专院校的配合 再加上自己就是去参加一些产业的合作 然后跟学校老师 就是延伸出我们 像目前的美容师的一个能力 对 我们会鼓励店家做一些Lite 跟客户做一个情感的连结 还有FB 你一定要随时的PO文 你要让客户知道你的存在你的讯息 还有IG 还有Google Map 就是你都要做一些很好的跟连结 在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讯息 是 好我想总经也给大家很多在经营上面 怎么样去找人手或者是说找客人 跟在现在的一个数位行销等等上面 做这样子的一些经验谈 那最后我想请教两位 就是说其实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人力 人才到底该怎么去留住 尤其是像刚刚总经也有讲过说 在竹科这附近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选择更好的一个收入的话 他不见得要来投入这样技术性的一种 传统的产业相较来讲 对那你们怎么样去提高留任率呢 好 其实我自己过去 就是经营美容的时候 应该说几乎一整天都投入工作当中 应该说忘记了生活 生活当中就只有工作 可是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兴趣 所以即便我工作十几个钟头 我也不觉得累 因为那就是我自己的兴趣 其实一直到有一次我们在分享 跟伙伴分享说 你好好做 你未来可以跟 经营长在跟伙伴分享说 你好好做 未来可以跟我们的总监一样 那其实美容师当时他回答的时候 刚好把我们打醒了 他说我才不要像总监这么忙了 原来别人要的生活 不见得是你过的生活这样子 所以其实到目前 就是我希望创造一种工作跟生活平衡 那我也非常鼓励美容师可以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因为其实以前美容师确实比较辛苦 工作大概十几个钟头 那现在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全部都是按照老机法 休假也变多了 平均大概一个月工作22天 然后再加上每天工作时间大概8小时 其实你可以做很多的一个兴趣的培养 比较起来真的是现在的人真的太幸福了 可是因为时间多如果痛到不会 时间多的关系 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培养 下一代的美容师 他们的精神跟态度 就没有像当时我们这样子学习 技术的一个精神跟态度 所以我觉得都是有好有坏 那我希望创造一种 就是因为当初是透露别人帮助给自己机会 那我们希望创造一种共享跟共好跟共荣的 甚至共学一起学习成长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美容师在同一个环境待久的时候 其实自己要把自己的能力把它培养起来 还有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人才来做培育 培育他独立作战的一个能力 这样子不是只是永远当一个美容师而已 就是让他拥有一个经济一个能力之后 他可以发展除了工作之后 还发展他的生活跟兴趣 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带领伙伴的时候 就是把四种动物的精神 我们称为共好文化 在我们的爱美士们好生意里面 我们一直强调说 其实大部分都是管理处的问题 那这四只动物啊 其实我们也希望美容师啊 就是像这四只动物来学习他们的精神 所以我们也一直以这四只动物来带领伙伴 假设比如说像野燕 野燕的天赋 我们希望每一个伙伴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都可以当团队中的天使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学习美容 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甚至会碰到一些挫折 挫败感 那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互相去做一个基礼 那在工作的时候 或许不会这么样的觉得老累 这样心很累这样子 还有就是那个海灵 海灵化 其实我们需要每一位美容师他可以独立作战 不是永远是依赖旁边的店长或美容师来帮你做沟通 慢慢你也可以学习独立的精神 然后方式 还有一个是松鼠 就是互助与合作 所以我们是强调团队 就是整个团队里面是互相帮助 互相合作的 那还有就是老银 除了这样子之外 其实刚刚那三肢动物的精神学习之外 还有我们要勇于勇敢的去奠定自己目标 让自己勇于会变成长 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我希望我可以这样做到 那我也希望我后面的美容师 他们是懂得 不会像我以前就是完全的 二十四个 几乎十几个钟头 十六个钟头都投入我的工作当中 我希望他们可以 就是拥有了经济能力之后 培养一些女性 对美业有兴趣的一些女性朋友们 就是拥有经济独立的一个能力之后 还不依赖别人 然后自己创造出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这是我觉得 我一直给员工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希望他们可以经济独立 然后能力也可以做得到 好 那最后这边执行长 有没有要来补充的地方呢 总归就是让员工有这个归属感 对窈窕这样的归属感这样子 那其他部分的话 我觉得我们常常跟店长们聊说 一定要时常的跟美容师做沟通 所以我们这边都不会是一言堂 我们都很愿意 可能参会啊 或者跟伙伴到最底下 新人或美容师跟我们的互动都是很好的 这样子 这样会提高有任率 因为现在年轻人也不能用骂的嘛 所以要用关心的这样的方式 是 好那今天呢 很高兴就是来邀请到了这本书 爱美士们好生意 献给小资女的百万创业宝典的两位作者 窈窕家人美容集团的执行长王瑞阳先生 还有总监林怡珍小姐 那也跟大家呢来分享怎么样创业 还有呢创业经营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要注意的要点 那我们今天就要谢谢两位咯 谢谢子琳 谢谢 好拜拜